当我们进到RDworks里面呢 我们就要把刚刚那三个部分按顺序来处理 那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先做图案的设计 那所以我们先来一个底板 那刚刚说是3乘6公分 那三乘六公分呢 在这边呢 因为RDworks里面 就是雷切的软体里面 它的单位都是mm 就是0.1公分 所以所谓的三乘六公分呢 就是30乘60mm 那所以我们先来画一个 矩形长方形的一个底板 所以当我点选左边的矩形工具 然后呢 在画面上 在你的工作底板上 直接画一个长方形 那这时候大小不重要 所以你就随便画一个长方形 拖曳出一个长方形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决定这个尺寸 因为再做了一些尺寸 是要很准确的 所以我们就选取这个长方形 那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工作区的上面 这个地方 第二个第二栏位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左右的箭头 这个就是宽度 那这个上下箭头就是长度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修改 那宽度刚刚说是60 60就是6公分 60mm 那高度呢 是30mm 就是3公分 好 那所以呢 它就会直接把尺寸定好之后 这个大小就是我们待会要列印的这个名牌的尺寸的大小 好 那这样做图有点太小 没关系你的滑鼠的尖端 就是那个滑鼠对着你的图案的中心点 然后滚轮往前滚就可以放大缩小 那这个不是实体的放大缩小 这个是把那个工作区拉远或拉近而已 那请你可以稍微放大到你觉得适合工作的大小 好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底板的部分 那再来呢 是我们要输入我们的名字 好 所以呢 请你在左边的工具有一个文字的按钮 请你把它点选 然后点选之后呢 你的滑鼠会变成一个A的图案 A的一个提示的字元 那请你点放工作底稿里面的RAM一个位置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让你输入文字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就把你的姓名 姓名把它打上去 好 打上去之后呢 这边可以选你的喜欢的字体 那在雷切机里面 我们在雕刻字体的时候 原则上是 粗一点会比较好 粗一点会比较好 那当然这里的字体必须要电脑有安装才会有 如果电脑没有安装 它是不会有的 好 那一般的Windows电脑都会有标凯体 那我们就选标凯体 那大小其他的东西不用选 不用管 直接OK 你的打出来的字就会出现在上面 那这时候你可以用旁边的灰色的小点点 小点点把它直接拉到你要的大小 直接拉放大缩小到你要的大小 好那我们在做名牌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 你必须要留一个空间 待会要打洞的地方 所以你不要把它放到满满的 好 所以稍微留点天 留点地之后 那如果你觉得 你的位置不太对 你可以点选你的文字之后 再拖曳 就可以拖曳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 我可能比较在意那个准不准 那我可以把两个东西选起来 一个底板跟你的姓名通通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呢 上面有对齐 你可以水平对齐跟左右 垂直居中对齐 那对齐完之后 它就会放在正中间 那第二个部分 你的文字的部分就做好了 那第三个部分呢 是你的钥匙圈那个洞 所以我们在左边 在左边选椭圆这一个功能 然后直接在这边拉 拉一个椭圆形 但是如果你想拉一个正圆 怎么办 点选这一个功能之后 然后呢 请你去按键盘上的Ctrl Ct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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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按钮 然后按着Ctrl之后 你再去拉这个圆的时候 不管你怎么拉 它都会是一个正圆 都会是一个正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点选这一个功能之后 按着Ctrl 然后直接在左上角 拉出一个正圆形 那正圆形呢 刚刚有讲 那个正圆形的大小 大概是三乘三 米里左右就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正圆 点了之后呢 在这边直接做修改 三 乘三 这样的大小就刚好会是三乘三 然后请你在摆位置的时候 也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你要这个洞呢 跟旁边不能距离太近 大概也要两三mm的距离 至少 因为如果你距离不够的话 到时候钥匙圈 那个铁圈圈 那一拉 你可能这木板就断掉了 好 所以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你的距离大小 那如果你不确定 这个距离够不够 这边有一个量测的工具 那如果你使用这个量测工具的之后 你要注意一下 它的下方会出现一个量测的距离 所以你就可以点 我要量哪里到哪里 你去选这个位置 你就会看到下面的长度 大概2.6mm左右 所以这样是够的 这样是够的 好 那你图案都画完之后 不要的东西记得删掉 好 图案画完之后 基本上你的设计的部分就完成了 设计的部分就完成 那尺寸呢 刚刚也量过了 所以这个标准的这个名牌大小是 3cm x 6cm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在做雷切 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你要设定你是要做雕刻还是切割 那么刚刚有讲 刚刚有讲我们的名字这里要做雕刻 然后底板跟洞要做切割 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所以我的名字必须要做扫描的动作 那我们一般会预设绿色 所以我就把它选择我的名字之后 我点一下绿色 然后它就会变成绿色涂满的空间 那这个就是扫描的设定 然后呢我也可以去检查一下 我的扫描的设定在这里面 然后确认它是 确认这里是扫描 那激光扫描就是雷射雕刻的意思 扫描就是雕刻的意思 那激光就是雷射了 好 那我就按确定 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孔跟外面这个框 我们都把它选成黑色 框也把它选成黑色 因为黑色是我们做切割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检查一下切割的部分 那这个功率要多少 它这里呢功率跟速度 这里是做调整的 那在这里有一个参考的数值 所以如果我们是用3mm的段目做切割 那你就选3mm的段目做切割 然后呢直接载入参数 然后它会把那个参数带进来 不过厂商预设的参数 速度20跟功率80 通常会比较大一点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你打个7折 大概功率用50到60就可以 那如果切不断就再加 不需要用到80那么大 3mm的木板其实没有很厚 那它设那么大是因为害怕你切不断 它会漏气 好 那所以你设定好之后按确定 然后检查一下 刚刚这个扫描的部分呢 就是功率小一点 速度快一点 速度快一点 好 那当你这参数都设定好之后 参数设定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调整顺序 那所谓的顺序是 就是在你在做雷射雕刻切割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习惯扫描要在上面 就是扫描先做 也就是说雕刻的时候 先把表面雕刻先处理 那处理完之后才把它切下来 所以这两个顺序要颠倒 那顺序颠倒怎么处理 我们就选到这个绿色的部分 在这里直接把这个2改成1 就是第一顺位 它就会把顺序换好了 好 顺序换好之后 先扫描再切割才不会因为 你如果你是先切割再扫描 它有可能割下来 那个板子掉下来 掉下来之后 你再去做雕刻 可能位置就偏掉了 好 再来最后一个步骤 最后一个步骤是 我们要做输出 那如果你的电脑有连到雷切机 那这个地方按开始就可以开始雕刻 切割 那一般来讲我们会使用USB 因为小朋友有很多个 那所以我们会使用随身碟 那所以这时候呢 请各位在这里做点选保存为脱机文件 然后同时呢 你把随身碟呢 插到电脑上面 然后保存为脱机文件 点下去之后 选到你的随身碟 选到你的随身碟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那注意一下 这边的名称呢 不能用中文 也不要超过八个字 所以一般就是用英文或数字 英文或数字 好 那附导名是RD不要动 不要改 那直接按存档 好 存完档呢 你的随身碟就可以拿到雷切机那边 去做列印的动作 做列印的动作